放颱風架 狂風暴雨吹息 台東海邊風呼呼的吹 就連電線桿的電線 都在空中左右距離晃動 東部海岸國家風景管理處 架設了好幾支鏡頭 讓網友可以透過直播觀看 花東綠島等地的現場 其中這一支位在三仙台的鏡頭 三仙台的跨海步橋 即使影像可以收音 民眾透過螢幕 從視覺和聽覺 都可以感受到現場的風雨有多大 不過沒過多久 螢幕突然切換定格 出現即時影像維護中 網友立刻留言 三仙台攝影機 GG了鏡頭鞠撐不住了 還有人開玩笑說 新北代表致意 不過也有認真的網友現場講解 時間是在下午1點的43分 直勤的鏡頭鞠 儘管沒畫面 線上仍有4000多名的網友在線等 也有5支的即時影像 都是因為地區性的電力中斷 所以目前沒有訊號 儘管停班停課 東部海岸國家風景管理處的小編 還是上線幽默回覆網友 鏡頭鞠目前都在現場迎接第一線 但是遇到了斷電斷網 就會放颱風架去囉 如果復電的話 可能會消假上班 大概10點11點就陸陸續續 像綠島的那個影像 它有中斷之後又恢復 可是後來又在中斷 所以這個時間就是陸陸續續啦 從系統的訊息回報 東莞處判定即時影像斷線 是因為當地停電所導致 不是被風雨吹壞了 颱風過後 鏡頭鞠就會繼續上班 307萬台東